貴州貴陽一個年輕女兒 在25號穿著和服 出現在熱鬧的小食街上 隨即就引來一個大媽上前 強烈要求女生要脫下和服 女生就反擊大媽身上的背包帶和褲都有問題 而是說有英文 這不是他的爸爸 你說是美個人的英文 這不是他的爸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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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可以討 我也可以討 如果你不討 你錢 你錢不討 這是和服就有了吧 你把和服就有 有的 錢 錢一個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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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拖 錢一個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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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子不敢拖 老子是女生 對不起 對不起 最後不知道打到那一千元 就有沒有交出來了 不過女生就在12月26日晚 發佈了道歉的影片 對自己不顧他人感受 傷害民族感情的行為 表示歉意 希望得到廣大的網友原諒 對自己不知 為今 說 謝謝 大家